凱這個球被夾掉又失誤了 哈克老師也上來了 哈克老師自己帶球出手 沒辦法啊 這次的把握我覺得 對於中心特工來講 他們整個試技上面一定會 多多少少會提升 但是這種 踩上來是有一些身材上高度的優勢 但是還是要小心 就是那個球桿上面 但他的信心很足 一定要敢出手啊 這還是最重點 他說敢出手 就是跟哈克老師一樣嗎 哈克老師 上來 對 竟然空手跑的還沒有他運球快 真的 另外三個球員基本上算後衛 尾翰夏樂 另外還有林秉勝 哈克又把球拿回來叮叮 Way Open45度腳大空檔 哇 還做了一些眼神的假動作 我覺得太多了 直接撵過去了 對 直接撵過去了 喔 塔克要打回來 假動作 比較滑喔 殘性係數比較高了 是不是因為G2賽是新的 進攻犯規 進攻犯規 今天 威格太陽這邊已經兩次製造 中心特攻的這種 進攻犯規 對 尚尼跟何喬登推進 給到塔克 再給球 給到何喬登 輕了 長籃板 彈到了塔克老師的身上 都一樣 這樣尚尼該開心 還是塔克老師該開心 我也不知道耶 給到了文宏空檔 塔克抓到進攻籃板 大喊一聲還要N1 目前看起來 哇 敵人的防守對於 威漢來講 沒有太大的影響 沒錯 而且剛才是威漢 有一點大意 第一 就是在前一波 陳文宏漂亮的一個 Hustleplay抄球之後 最後讓塔克有上籃 快攻上籃得分的機會 休息一下再回來 要多的上場 球差點沒辦法發進它 塔克流進去了 這個球幫忙過來 防守也來不及 91-85 這波的防守非常重要 塔克老師 他又來了 那這樣的話 我另外也怕他最後沒有放進 就有點糗 但是現在就是說 中心特攻要特別注意 上之前發生過的 像塔克老師這種投籃 哇 這怎麼辦啊 他又來了 他又來了 我看剛才 這也有點被謊開了 對 而且 馬龍其實也有上來了 但是塔克老師就是 老師嘛 對啊 這真的只有差 大概半秒的一個空檔 並不是說有些時候 領先5分最後40秒 對 然後用這種 可能拖時間的一個方式來打 好 得了27分 其實第四 握度也很高 今天就像跟桑妮講好的一 球發進來 但是在賀敲燈的手上 想要過來包夾 那可能就要趕快犯規了 要犯規了 這場比賽塔克 罰4中 得了29分 另外有9個籃板 6罰5中 1 2 1 1 2 2